蔡總要帶我們來看到的 我們之前講過說 郭董他的富士康集團 養了三四百名的法務大軍 專門打這些專利大戰 不過今天大家早上一醒來 發現嚇了一大跳 鴻海居然被高通給告了 我就好奇了 你這三四百名的專利大軍 法務大軍 律師大軍 怎麼幫郭董去打這一場 山寨跟專利的戰爭 今天台股拉肚子 吃到兩個派名 第一個是川普 另外一個兩隻大象打架 踩到中間的老鼠 什麼意思 現在高通跟蘋果為了專利權 進行了一個訴訟 對 這個蘋果說 高通我不負你 這個10億美金就台幣300億 結果高通向美國的法院 把蘋果的代工都是我們台灣的公司 我把數據金配給斷貨 看你能不能組裝iPhone 所以我們就要知道做生意 尤其科技 這個專利真的是影響很大 不過我們今天來轉到有一個地方 過去是什麼樣 是侵犯人家的專利 山寨之都 深圳 深圳 現在你不要以為深圳 還是這個山寨之都 不一樣了 人家稱為它是中國王冠上的寶石 美國媒體說 硬體的矽骨 你看一下 70%的無人機都在深圳生產 還有你看 你看我們現在亞洲矽骨 正在如火如土的推動 沒錯 專攻物聯網 對 人家已經做了什麼 你看 大概有八成的穿戴裝置 是深圳製造的 對不對 你的手機有10支就7支來自深圳 還有你看 大咖都在這個地方 中芯國際 歐輝光 華為 騰訊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今天就一個非常巨大的差別 你剛剛講到山寨之都 這個是非常汙名化 非常不好聽的一個名字 就等於是賊哭就對了 你專門偷人家的 拐人家的 Copy人家的 可是怎麼這是短短幾年 珠陽變色 變成你剛剛說什麼藍寶石 綠寶石的 對 產業已經轉型了 很多人在深圳工作過 都講說這裡的生態圈非常好 什麼意思呢 就很齊全的電子零組件 你要找到代工廠 你要找到技術人員 專門接這個訂單 而且效率很快 像百萬的勞工 就在上萬個鐵皮屋的工廠工作 到了下班的時候 你看街頭巷尾通通都是腳踏車 我們舉一個例子 蘋果的Macbook極限器 在深圳從生產到銷售 只要19天 你在別的城市的話 要6倍以上的時間 好 蔡總現在帶我們 從台北談深圳 我們在現場就有一位 小緣來搞這個地方 譚孫順我一定要Cue他 他一個月至少去一到兩次 跟他在漲船 來說說看你眼中的深圳 就像俊翰哥講的 我真的很有感 因為我平均大概一個月 至少去一次華牆北 所以我對那邊的話 從以前發展到現在 其實感觸滿深的 他們基本上你很難想像 他背後深深不息的話 都是有一群所謂的科技地痞 草根性很重的人 在掌握背後的供應鏈跟資源 什麼叫科技地痞 地痞感覺像是老麻 他們長的都是一個 譬如說像潮州幫 溫州幫 本地幫 他們大部分全身都是名牌logo 頭髮短短的 胖胖的 他們那些人 都是背後負責供應鏈的人 你想想看 像我們去一般的這種 光華商場之類的店 一二樓的話都是散單 一個單 兩個單而已 當你去到華牆北的時候 你要大單的時候 他都會跟你說 不好意思 到樓上的辦公室 你就會發現這個大樓 你看到這個大樓 它上面有很多的辦公室 所以談大單你要去樓上 基本上如果你要 刪載一個手機的時候 通常他們怎麼拆解你知道嗎 通常溫州幫就會聚起來了 這支手機要怎麼刪載 他就會說這個面板 這個你拿去研究 這裡面的主機板你負責 因為他們每一個老闆 背後都是一個工廠 所以當所有的零件都拆完之後 過幾天再聚集起來 他們手機上就會帶著 Copy好的零件 就說這個我已經弄好了 然後等到聚集在一起 OK了之後 一個禮拜 山寨產品就生出來了 他們是這樣在研究 所以從以前的這個年代 山寨到現在的零組件 通通都是一條邊 永遠都逃不出他們的手掌線 天啊 這個就是我懂了 剛剛蔡總口中的 生態不錯 就是像這個 這個是山寨版的 在那個地方 有一個頭 然後面板歸面板 電路板歸電路板 然後其他的各門就拆開 然後他們專門經營這塊 經營到變專家 對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介紹 深圳當中一個明日之星的公司 無人機的霸主大江 大家看到這個大江的無人機 第一個印象應該是2015年 汪峰不是向張子儀求婚嗎 對 就是用一架台幣 3萬塊的無人機 載了一顆大大的鑽石 對 他的創辦人就是汪濤 1980年出生 汪濤幫汪峰向張子儀求婚 用這個台灣的user也非常熟悉的小白 對 我們特別講一下 這個1980年就是深圳成立經濟特區 我們同一年台灣已經在逐科做半導體了 但是你看短短的幾年當中 這個大江創造了多麼少的奇蹟 從小他就很喜歡航空這些模型 然後中學的時候有一次考試很不錯 顧母就獎賞給他一台遙控的直升機 他就完了完了 最後完了以後摔壞了 摔爛了怎麼辦 你真的千想萬想沒有想到 汪濤摔爛這架飛機 居然幾年之後催生出他的大江王國 碰到一個貴人李哲襄教授 李哲襄教授現在擔任大江的董事長 好 他把技術指導 然後自掏腰包 因為年輕人沒有錢 他拿出了100萬的港幣 買下這個技術 塗了煉鋼 好 給他研究出來了 鹹停的工人的直升機出來了 當然少數的專業級的玩家有買他的東西 所以他成立了公司 老實講 一年大概賣個十幾套 也可以說到一點點 大概幾年 一年就是幾十萬的人民幣 現在汪濤堂堂的大江 無人機帝國 我聽到江 我就看他不斷的摔飛機 他離這個所謂的世界第一 還很遠 所以畢業以後把他的公司搬回去深圳 因為那個地方有很好的生態圈 最便宜 最好的零組件 供應在那個地方 但是李教授有一次跟他講說 你覺得你的無人機很厲害 我建議去喜馬拉雅山 飛看看 那邊空氣稀薄 亂流多 你腳能揮得很穩的話 那就是真的好揮機 所以當你看電影聖母峰 他要去搶救的時候有沒有 空氣稀薄到直升機上去的話 他攪不到空氣 他甚至有可能會飛不起來 你無人機讓他搞 你去試試看 對 但是通常人家跟你講 你是隨便聽聽 2009年 汪濤跟著他的同事 背著這十幾公斤的這個飛機 真的 跑到喜馬拉雅山 飛起來了 真是沒摔 對 好 把這一個影像傳回地內 一炮好紅 全世界都摘大疆的無人機了 多感動 在幾千米上 讓我傳回同步及時的資訊 那我在平底 我要飛哪裡 我能夠辦不到嗎 我都辦得到 那汪濤除了專業技術之外 他是跟競爭對手的商戰 也是很厲害 這個 我們知道有一家叫GoPro 郭董也有去投資他 全球運動相機的龍頭 看到這個大疆起來說 我們來合作 然後用你的雲台 用我的這個鏡頭 但是汪濤忌諫 拒絕 你跟著一個GoPro 你說運動鏡頭的龍頭 你靠著他 你要發達了 你居然拒絕 對 汪濤就覺得說 人家會做那個運動相機的鏡頭 我們五年之後都會做 其實不用到五年 他兩年就會做了 後來你看 GoPro自己也推這個空拍機 但是這個品質不好 股價從80美元跌到了8塊美元 郭董幾乎把股票都賣光了 後來本來促成這個合作的 是他這個北美區的總經理 叫奎恩 奎恩就很不爽 我跟這個大疆的來 你汪濤竟然不合作 離開大疆 不進來 離開大疆 去投靠另外一家公司 另外一家公司的時候 也跟他做同樣的東西 我們為了去大疆 為了幹掉的大疆 叛將出來了 而且很絕 各位觀眾 你來看一下 我們講大疆的這個是 我們講小白 大家玩家暱稱的小白 他出了個小黑 對啊 叫Solo 就是擺明要跟你對打 是 好 這時候汪濤更狠 他立刻把他的產品出清庫存 1300降到1000 我直接用第一架砍 我就狙擊你 讓你完全賣不出去 那你Loportis這個開 這個賣多少1700 你不夠拚 這個公司也倒下去了 好 所以我們看到了 這是汪濤他的大疆帝國 但是講到底 大家千想萬想真的沒有想到 這就是關鍵的時刻 他能走到這一步 他能夠開疆破土 成立他的大疆 工程居然是台灣人 靠著 真的 靠著一位台灣人 誰 就是雷虎的前董事長 賴春林 其實雷虎這家公司 也是上市公司 它是34年的歷史 其實做遙控 模型飛機起家的技術一流 老實講 大疆汪濤說 我們曾經也是雷虎的客戶 但是我們台灣的雷虎 它的理念是這樣 他說做無人機 我們要提升人類的福祉需求 比如說我們上去做失回 做噴灑榮藥 這一類的 那你這種消費玩家型的 那個有時候一時 就是現在紅了 下一次就不行了 所以他在眼中他認為 我是商業 我比較正經 你就是遙控飛機而已 但是錯估情勢 你看2008年之後金融海報 金融風暴以後 這個雷虎就投入這種 比較這種大型的模型 汽車潛水艇 但是這個地方反而停滯了 對不對 但是你看人家大疆做消費型 一路做起來 有一年2013年 你知道像這種無人機 它真正的市場都在歐美 所以都在德國 有一個全球的模型站 老實講 華人的廠商到那個地方很少 就看到隔壁會講中文 大家一起來 就是大疆 雷虎去了 大疆就在隔壁 然後大疆就問說 我們的產品不錯 你們雷虎很厲害 你們歐洲的那個通路 行銷通路一旦 我們的產品 拜託你來幫我們銷售一下 所以不要忘記了 剛剛蔡九尤有講到說 汪濤還是雷虎的粉絲 對 所以今天他是要借助雷虎 在歐洲的網路 希望幫他銷售他的小白 對 所以雷虎說 OK啊 好的 今天賣了 就賣了大疆的 就利用了這個雷虎通路 哇 一賣了以後 大疆的無人機 就成為暢銷的產品了 哎唷 背後有這麼一段 所以這是無心插流幫了一個忙 結果幫出了一個世界最大的 大疆無人機帝國了 好 說到不可思議的深圳 小緣進一步來告訴我們 剛剛進廣告之前 我先跟大家預告了 居然在大馬路上旁邊 一動一動看起來不起眼 你說廠房也好啦 商辦也好 裡面居然藏著未來的郭董 一位一位在那個地方 快速的印鈔機啊 對 那基本上呢 為什麼現在深圳 從山寨之都變成了創業天堂 我們要看一下 剛剛是個打群架的概念 剛剛講那一大疆 那些一線品牌 是目前的權王 後面有很多的挑戰者 一直一直要追上來 那些挑戰者在哪裡 就在華強北啊 那我呢 自己常常去嘛 那我看到華強北是什麼情況 就是這樣的一個盛況 人跟走道都是人 都走步都分不清 是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因為裡面商機實在太大了 急鎮的時候來看一下 早期山寨機 大概一隻大概一千多塊 光一隻年產值就高達上千億 你能想像嗎 只有一隻的情況 這個都還是手機而已 我們現在來看的 不是這些東西 小緣到了現場 他看到的不是貨架上的東西 你看到是人性 太誇張了 這個是很賺錢 賺錢到什麼程度 連乞丐都很賺錢 你連乞丐都關係 我在五六年前的時候 我每次我們去華強北 都會經過一條街 左邊就會有一個婦人 她背著小孩 每次我就看她在那邊吃著 扒著垃圾桶裡面的便當 在那邊吃很可憐 所以我們就想說好可憐 我們就給你一點錢這樣 五六年前看到這個情況 你知道嗎 我最近去 那個婦人還在 那時候她是背在後面的小孩子 現在小孩子都在旁邊玩會走路了 你也拜託 行企 乞討了五六年 孩子也長大了 生出來然後 這不沒有改善生活嗎 對 那我想說很奇怪 怎麼還在 還是一樣很可憐 全身髒兮兮的 我就很好奇 那她到底是怎麼生活 我在旁邊觀察一下 你知道嗎 她在那邊吃吃吃的那個便當 原來她自己找需要先買好了 買好了 然後故意丟在垃圾桶裡面 在垃圾桶裡面這樣子吃 引發別人的同情心 然後給她錢你知道嗎 她那個錢每次都是滿滿的一碗 光一天就賺上千塊人民幣 比一般的人都還要好賺 這也太浪漫 你看華牆北外面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結果在這個地方 哪裡的魚最多 我就去哪裡撈 她在這邊的行情 搞不好賺的都比一般上班族多 對 那現在表面上看起來 華牆北上很亂對不對 人很多 還有企丐 可是事實上 你看她的建築物 非常的景然有趣 每一棟建築物 都是她一個完整的 神秘的山寨產業鏈 怎麼說我舉例來想 像這棟大樓的話 可能裡面全部都是在賣平板 平板的零件 平板的產品 到平板的包裝 一條龍都在這個大樓裡面 那這個大樓可能是手機 所有的手機產業鏈都在這邊 那這邊可能是周邊的一些產品 所以每一棟大樓 都是她的一個產業鏈 那為什麼我會說她神秘呢 因為我們實際進去看 你會發現一個點就是這樣子 一樣是人山人海對不對 但是當你要把攝影機 拿出來偷拍的時候 你會發現根本沒辦法 偷拍畫面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畫面一定要要晃晃的 這是我自己偷拍的 也要晃晃的 因為為什麼我們不能拿攝影機上來拍 因為每一棟樓 這不是公共場合嗎 為什麼我不能拿手機拍攝影機 每一棟樓都有保全 門口也有保全 當你攝影機拿上來的時候 他就會馬上跑到你旁邊說 說什麼 你要幹嘛 你要拍什麼 不是怕你偷 不是怕你搶 而是怕你拍到這些山寨的奇景 傳送到全世界去 所以他是怕山寨的技術外流 山寨的這些盛況外流 他們不想說被人家謀上 山寨之都這樣的一個名號 被人家污名化 對 那裡面到底有多好賺 我實際去測試一下 我買一支山寨機 印象中的山寨機不是很爛嗎 或是蘋果咬三口之類 不 真正的山寨機 完美到一個不行 譬如說那時候最紅的三星的話 基本上它的外觀一模一樣 它的內容一開機 天啊 連那個聲音 一模一樣 裡面的軟體全部一模一樣 重點是它的售價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 一支兩萬塊多大手機 它一萬塊都不用 你就可以買走了 我為什麼不買 當然買 來這邊的人心製肚明 我就來買 買驗品 可是我買三分之一的錢 那我出去我就請贏 我那個聲音唱得跟你一樣的Key 你也完全看不出我哪裡有破綻 那個虛榮感 那個CP值是高是嗎 所以那邊聲音吵到一個 不行好到什麼程度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一個櫃位 它一個一個櫃位 那當地人叫什麼 叫做檔孔 我們叫貴位 它叫檔孔 你知道貴位大概是半個車位大小 光轉讓 轉讓那個紅單 不是租金 轉讓紅單的話 一個都要兩三百萬 你覺得誇不誇張 你看看 我光全力金我就兩三百萬 你看多能賺 今天聽到這個地方 不是說我在這邊鼓吹山寨好 山寨好棒棒 不是 我們在講 深圳的錢是金深 不過最最經典的其實是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實在好好講進去 千言萬語都在這個笑容裡面 對 我們剛剛講的是山寨子彈 現在品牌 山寨不能再做下去了 現在都升級了 這些山寨廠商脫胎換骨 他們做什麼 做大品牌的零組件 做得微妙微笑 你知道這種名聲傳到全世界 這個矽谷的工程師就很好奇 滑翔北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他就實際空手到了滑翔北 你知道嗎 他就開始搜刮iPhone的所有零件 通過畫面也可以看到 基本上你看 滑翔北什麼零件通通都有 從機殼什麼 全部他要什麼零件都提供給他 這段畫面各位 這個就是你說的這個矽谷空手道的工程師 他自己去拍下來的畫面 對 拍下來一個一個盪口去問 然後這是盪口 他還跟人家外面那些那種網拍交易什麼 通通零件 通通螢幕還測試給你看 甚至你看現在在雷雕 客製化的雷雕都幫你雷雕好 他把零件全部收集好了之後 回到家自己組裝 真的組裝出一支一模一樣的iPhone 6s 一支iPhone 6s 2萬多塊對不對 對 代價多少 多少 9000塊就完成了 好可怕 所以深圳現在不會去賣 跟你一模一樣的山寨手機 他不賣手機 他話講為賣零件 好 除此之外 小研來告訴我們 他另外一個朋友 其實這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縮影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創客富士康 在大樓裡面一個一個未來的郭董 你有夢嗎 我幫你兜出來 我這邊就是產業的供應鏈所在 多少台灣人靠著這個渠道發財 我們看一下 剛是零件 你知道嗎 當你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想要做的一些產品的時候 或許你都跑到這個地方來 一個一個一個 裡面的你所有的願望 所有的產品 他都能夠幫你實現 我跟著這個老闆實際開車到 深圳外市區一個多小時的一個地方 叫做保園工業區 所有的郭董都在這裡 為什麼 我們今天拿所有的東西來到這邊 你幫我做好不好 我都可以幫你圓夢 基本上你想想看 早期山寨機的那個時代 九個喇叭的手機你有看過嗎 你知道嗎 因為有些人可能聽不清楚有沒有 他這個老闆就想說 我覺得這個有商機 到這邊你幫我做好不好 幫你做出來了 他喜歡抽菸 抽菸要拿香菸 兩個盒子很麻煩對不對 你可以幫我做一個香菸手機好不好 這個手機他裡面還可以放香菸 一樣幫你做出來 只要這個產品 上百個產品只要一個中 他就發財了 所以這個老闆就在這個地方 混混混找很多產品 讓他你知道嗎 真的成功了 你知道他的身價 從照著負債 10年之內達到了上億 所以過去的深圳COPY COSPLAY 現在沒有 他現在加入的創意 已經是創客的聚集之所在 你看大江不就這麼孵出來了嗎 你以為現在深圳走到了頂點了嗎 頂點之後原來有深層的隱憂 他賣的是高科技 賣的是創意 但是他其實背後有一個隱憂 重點是什麼 一窩蜂 我們之前非常紅的這個叫什麼 指尖陀螺 紅到一個不行對不對 還有VR眼鏡 還有自拍棒 都是當時的明星產品 你知道嗎 指尖陀螺的話 我們今天講很紅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不是講這個意思嗎 這個兩個月賣了100萬的小王 後來成本從250塊 降到了25塊錢 你知道這個指尖陀螺 現在到華翔北 你走進去有一半 都在賣指尖陀螺 他不是賣高科技產品嗎 所以你就覺得說 天啊 怎麼變成雜貨店的概念 這個意思是 我來講說 你不受歡迎 這個意思是 我們來講這個意思是